老肖 今天做什么吃的 来 看一下 这那只鸡 给你跟小学好好补一补 咱们昨天说的医院你选好了吗 我觉得还是去广州吧 广州中山医院 就那个全国最好的眼科医院 是啊 这个是网上排名 这具体什么我也不知道 那么好的医院挂号应该很难挂吧 是的 我现在正在挂 基本上没号了 你看还有没有剪的 那周一有那个主任 主任医师还是博士呢 嗯 他的号五百块一个挂吧 啊 五百块也要挂呀 而且只有两个号了 再不挂来不及了 我挂一下 几号的 星期一的 哎呀快 好了 以前挂号成功了 那我差不多星期六就得出发 带你女儿 我也去吧 你不去 到医院里面 有个是要坐那么久的车 另外到医院里面 很忙的那些大医院 跑来跑去的 赛跑一样 你不行 你住在家里 安安心心的躺着 那你一个人能搞定吗 有什么搞不定呢 我还搞不定你呢 写去看是要做手术 还是就配个眼睛 听专家讲 他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百分之一百要做手术 如果能做手术是最好的 我就怕做不了手术 如果不能做手术 那就很麻烦 因为他太小了 难做 难做吗 难做 你查了资料 我查了 因为我每个医院看到不一样 如果你在这里 他肯定建议你三岁以后 如果你去中山医院 人家一看 就会说 能做就做 尽快做 越早越好了 对 不做的话会越来越严重 那行 那如果要做手术 那我可能要时间很久 反正去了再说吧 好不好 先看情况 你现在你的肚子 感觉这几天长得好快吗 我的天哪 这么大的肚子 像三个半月的肚子 对 感觉比较尖 好像这个肚子 是尖的还是圆的 看像男孩还是女孩 这样看得出啊 已经有很多人在猜了 这个是胡猜的 嗯 所以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好好的保重自己 保重我们的宝宝 好不好 现在已经很好了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那天天出血才有问题吗 医生说 你先躺 起码躺到胎盘长上去 如果胎盘长不上去 你就得一直躺 不是吧 就是这样子的 那我肯定长上去了 现在都没有什么不良反应 就是好的 好的 你就躺着 那现在就坐着 老不听话 老天天要到外面去 我真的好闷啊 每天躺在床上 我跟一个屁股都要躺烂了 这么躺的吧 辛苦你 我今天都是吃了躺 躺了吃 你女儿在干嘛 在里面 你去看看她在干嘛 想去啊 爸爸过两天带你去玩好不好 去广东好不好 想去吗 你不想啊 我们坐大车 坐火车 要不要 要啊 我们去看摄影 好不好 可以吗 爸爸带你去妈妈在家里哈 妈妈不去好不好 可以吗 我们去把你的眼睛看好 以后就是漂亮的姑娘了 是不是啊 你女儿其实这段时间很敏感 她知道我们在讨论 这个眼睛的事情 所以她逃 她逃避 这样她已经知道了 就一次性解决掉 肯定要尽快解决了 本来是没有邪式的 现在都变邪式了 到时候再不解决 要变弱势了 嗯 可倩 爸爸又给你拿了个玩具 她梦熊能力特别强 她特别喜欢玩这种啊 拿个螺丝包啊 这个玩具花了几块钱 玩了一个星期了 每天玩 想不想要 想要 哇 哇 鞋子啊 什么都有什么扳手啊 你把它当男孩子养了 你买那么多 我你打算在这里安家了 对啊 东西都不要搬回去了 哪怕只住一个月也要搬完了开启 爸爸先把这个小桌子抓起来 我们一起装好不好 要不要一起装 这个在上面这个在下面啊 然后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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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一下就装你了你一个了 反了反了方向反了 到时候你女儿都不喜欢公主了 都喜欢玩男孩子的东西 怪不得这么霸道 现在看到公主类都不玩 你又不给她买 那我买呀 那我买的那肯定是 我喜欢的 你女儿也喜欢呀 你看她喜欢积木类的 你看这包装都是男孩子玩的 没有 要她不来吵我 哈哈 所以她玩什么都行 不看手机 不看电视 不吵我 她能安静的玩 嗯 嗯 这最好的 那也是喽 好玩吗 好玩 好玩 那谢谢谁 谢谢爸爸 不用谢 童子切好了可以吃了 啊你吃你吃 哇 吃饭 我怀孕的这样子是鸡 哈哈 吃少了是吧 不是 这样的好吃 清淡 嗯 我带你女儿出去玩去哈 OK 媽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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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克